哈嘍大家好,我是肯德,我們今天呢要來玩這款遊戲叫做王室風流史喔 那目前的話已經開到第五個伺服器啦 然後可以關注一下他們的臉書粉專還有這個Discord社群啦 然後如果你之前有參加過這個三檔父輩測試的話那你 記得先去領取一下你們之前有儲值的一些獎勵喔 會返還回來啊 然後是主打這個AI喔 AI聊天啊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AI時間長什麼樣子喔 好,神秘的聲音啊,我們需要如實回答問題喔 那在孩童時期的話我們最想成為 選一個帝王 然後為何離開家鄉啊 我們選遊歷四方 然後我們是繼承人的話我們是要幹嘛 我們當然是 呃,征服更多的領地喔 好,那終於來到我們的命運啦 好,我們的命運他這邊是像我們選國王 這邊還是可以選女王 還有這個女生喔 大概是 中西方 他們都是歐美外觀喔 好,那我們就選一個看起來比較好看的妹子 好,這個看起來比較合我們的順眼 好,迪利樂備 我們開場就直接加了一下 540喔 好,這邊的戀人喔 我們當然是要選這個克里斯丁 好,他是內政官的我們 陪伴到我們的城堡 那眼前性感有我 我們直接 跟隨上路 哎,他怎麼不開心啊 這是怎樣 這邊又 開心了 暫時看不出心情如何 繼續往前走 來對這個農地戶 進行徵稅 好,徵稅的話就是點一下 好,我們徵稅應該徵得差不多啊 我們徵稅應該徵得差不多啊 我們已經徵稅了四個 好,徵稅了五個 好,大家為我們到來很開心喔 所到之處就必定徵稅喔 來,我的孩子 將所有的權利以及榮耀都交付給我 那我們現在就是騎士還有這個自主啊 這畫面是 也是AI化的嗎 然後繞了一句文言文出來啊 我們現在晉升成這個初級啊 青銅領主啊 我們的衣服還換得比較高級 現在應該是 我的領主大人 好,我們 指定了一個聯姻對象啊 居然這個對象沒有讓我們 可以選的嗎 好,我們對 對象是什麼 海英里希啊 幸福的事情啊 這個 肯定要 給予肯定啊 給你一個讚 好,CPU down了 我們會聯姻的話是個 忠誠而溫柔的傷腹喔 然後他保護我們不受傷害 好,給你一個讚 好,忠實伴侶喔 讓我們共享這份幸福 OK,讓我們 摸摸你的頭 好,心動了 好,這個 怎麼心動突然就脫衣服啊 這是怎樣 好,下一天 這個領主大人啊 即使您的愛人真的很美 但我還是要培養自身的勢力啊 失蹤了 這個人 剛脫完衣服就直接跑了 好,這個雛鳥喔 看起來就不是一個 好人啊 看起來會對我們有點兇喔 抓住他 背叛的雛鳥啊 這邊要長嘴喔 這個是 什麼事 好像是小 還可以 快 快速連起啊 喔 這個背叛自能只長嘴而已喔 然後 這裡通常不是要跳出什麼 獎勵嗎 因為我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這個頭穿這個衣服真的有點怪怪的 我們的國力目標 然後一定國力就可以有這個貴族伴侶啊 看起來還是我們第一個這個小夥子 看起來最 最帥啊 所以這是一個後宮所遊啊 好像融合了一些 大掌櫃的 元素 你看這邊可以升級啊 讓他去打仗 各方面屬性獲得提升 今後請多關注騎士的 切換戰場 準備引敵喔 這也就像是我們去商場的那個商道啊 會有一些人來阻擋我們 我們騎士也是砍個幾刀就贏了 請繼續按我為您準備的清單進行下去 繼續升級啊 可以連升10等 戰力直接飆升266 人才被出 然後這邊獎勵都是 可以這邊去領的 好吧那麼現在的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福利喔 那遊戲福利的話可以看一下他這個官方的貼文啊這邊的話有一個 專屬的社群禮物喔你們可以按一下這個 臉書按讚啊 那就可以透過messenger這個管道私訊按下方這個按讚禮包 就可以拿到這個 我們的序號 這個Royal FBTHNKS 就可以點擊頭像然後按兌換碼入口這邊的話就是 可以去兌換喔好那我們就點 頭像 然後接下來他這邊設置喔這邊會有一個兌換禮包 這個大家的禮包應該都是一樣喔這個Royal FBTHNKS 按兌換確定就可以發送到我們的 信箱內 然後接下來的話還是 Discord社群喔 就是家群禮包 那一樣是這個發送關鍵 關鍵字 社群禮物 好這邊的話就是也是可以拿到這個禮包啊 那每次把這個禮包碼付起來 好然後在這邊的話就是可以去 輸入兌換了 AFFAIRS 然後CHANNEL 然後我們也是可以在背包中進行查看 我們的背包 有這兩項禮物我們先使用 有些金幣還有銀幣券 銀幣券 還有 真兵術 好這個的話也是差不多 有多了一張地圖啊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遊戲的福利喔 7天簽到啊 這邊簽到第1天 第2天的話就可以拿到這個 這個是什麼 夫人喔 綠孔雀夫人喔 這個資質有個18 然後第3天的話還有這些全部的這些屬我 然後第5天的話可以拿到油金啦 這個浪漫 然後第7天的話是這個王室獨搶禮啦 可以拿到500點的宴會積分 然後其他的話應該都是需要儲值喔 像是美六儲值 累積儲值 累天充值喔 然後活動這邊 騎士傳聞這邊的話也是每次10點抽都會 獲得這個禁於玫瑰的琴之星瓦 然後可以拿到這個光環加成 不過我們第2天就可以拿到這個 夫人啦 戴娃夫人 這邊可以免費先抽一下 拿到莫妮卡 還有7的目標 這邊的話也是可以拿 這邊可以拿到雷諾 然後240還有馬德琳喔 送的東西大概就是這一些啊 然後國力目標這邊剛剛也是看過可以拿到這些角色 然後右方的限時獎勵啊 然後右方的限時獎勵啊 這邊都是限時累積前倒 限時的消耗限時次數啊 蠻多限時的東西喔 然後這邊酒館 好吧 那麼以上就是 今天的這個 王室風流時的 禮貌的希望分享 及遊一次玩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